金马奖首次获奖名单 TVB颁奖礼盲选是帝 吴俊儒在颁奖典礼上有多疯 2007年的金马奖指引李安导演曾说 希望直接颁奖给梁朝伟 吴俊儒一把词的获奖名单 将一抗的安叔下到手足无措 在终于从吴俊儒的手里抢下水片后 安叔看到了一个尾字 立刻便喜笑颜开 虽然这届入围者只有梁朝伟一人中的名字有尾字 但一向严谨的安叔 还是默默地把手中的碎纸拼好 直到看到梁朝伟三个字才松了口气 最后安叔还惩罚般地打了下吴俊儒的头 整个反应完全不像是提前安排的 在金马奖上都敢玩得这么大 回到自己的娘家TVB 吴俊儒自然更嗨 将手中的获奖名单直接往旁边一扔 便开始盲选实地 一个赶班另一个就赶紧 这边吴俊儒还在戳着 因为李奥祥并已经开始与身边好友过手拥抱 不过这两次颁奖也不算是胡闹 无论是梁朝伟饰演的易先生 还是李奥祥饰演的流行 在当年都是当之无愧的获奖人选 也正是因为吴俊儒的那一丝 在2016年他再次成为金马奖颁奖嘉宾时 主办方特意叮嘱一同颁奖的陈可欣 千万不要将信封给吴俊儒 今天金马奖大会就给我说 这两个信封一定要我保管 千万他碰都不能碰 因为知道你永远都会拿信封去玩 于是整场点底 吴俊儒并一直在试图名相操作 在搬最佳男配时 更是在此撕了获奖名单 不过他死的那张 确实已经翻过的最佳改变基本 所以陈可欣才在一旁温如泰山 而用这一招的始祖其实是曾志伟 早在2006年 曾志伟与吴俊儒一同为金马奖最佳导演颁奖时 曾志伟便直接撕了名单 把奖颁颁给了吴俊儒老公陈可欣 一旁期待又不敢确信的吴俊儒 恐怕当时就下定决心 以后也要这样整别人 当然陈可欣也确实评如不爱 获得了那一年的最佳导演 还将女主角周迅送上了迎候宝座 大嘴巴吴俊儒这些年都报过哪些猛票 2009年在访谈刘德华时 他大爆料圈内有一名机友女 四大天王警察华仔依然没有记起 随后华仔还反问了这位女星是谁 吴俊儒便在华仔耳边小声说了一个名字 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这期节目播出后立刻引起了港媒的注意 大家纷纷想要挖出该女星的真面目 于是曾与四大天王合作过的女星都纷纷躺枪 首先站出来澄清的便是袁永批 他坚决否认称自己不是 但却承认又听说圈内有人是这种癖好 间接证实了吴俊儒的话 榜上有名的邱淑珍 因与王精导演的关系被排除在外 王祖贤则由于齐琴和林建月的两个恋情怀疑性较低 张曼玉 冠志林 张明等一线女星也都纷纷上榜 一时成为当下最热话题 所有女明星都必须不及 吴俊儒也不得不站出来澄清 说自己只是为了节目效果瞎说的 其实根本没有这个人 只有凤伯刚过去没多久 胡俊如宾部长即兴地在此口嗨 采访阿姐时大谈赵雅芝的感情问题 1978年赵雅芝与黄玉申在派出电影漩涡时 被传出殷戏生情 甚至一度有消息称 赵雅芝因此是遭到了圈外老公黄汉卫的这一笔 并在嘴上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疤痕 原本这件事也不过是捕风捉影 随时间的推移被大众所淡忘 但吴俊儒的旧式重体 则直接让年过半百的赵雅芝重新登上八华新闻 此时过后两人的关系降到冰点 此外吴俊儒就连好姐妹梅艳芳也不放过 在电影《爱俊儒梦》的采访中说 如如梅艳芳一样疯狂地爱上了刘德华 将好姐妹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金 这也是导致两人多年恩怨的原因之一 2001年一部《爱俊儒梦》 让梅艳芳与吴俊儒十年交情反共 甚至知道了梅姑离世两人都没有和解 当年导演刘伟强在筹拍这部电影时 先后定型了男主角德华以及女主角吴俊儒 不过为了打造全明星的豪华阵容 制片方便想再邀请一位一线女星 一开始的人选是争秀文 但由于资金有限没有请来 随后此方便把目标描住了梅艳芳 因为梅姑是出了名的仗艺 其两位主演都是她多年好友 所以她一定会来帮忙 不过以梅姑的咖位自然是不能演配角的 于是便说好了是双女主的剧本 整个拍戏的过程都很愉快 但成片出来后梅姑却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戏粉被删除了很多 辛苦几个月甚至为了恋物还扭上了腰 最后却为别人做了假意 就连本该由自己和刘德华 共同演唱的电影《同名主题曲》 也被吴俊儒解足先登 以梅姑执上的性格 也许她并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女一号 她在意的是朋友的背叛 在电影宣传过程中 吴俊儒更是用一句 犹如梅艳芳一样疯狂地爱上了刘德华 将阿梅与华仔的绯闻松上头条 不知是无心之言还是为宣传炒作 以至于梅艳芳不得不反复出来澄清 电影的收音里上 梅姑是在哥哥张国人的推动下 才善善来迟 庆功宴更是直接没去 突然现身酒吧买醉 更是打言自己因为被朋友出卖才会喝门酒 在这之后梅姑与吴俊儒便嫌少同框 曾经一度好到被怀疑是拉拉的闺蜜 欢迎热言讨论 关注TVB的案关 团长带你了解更多TVB幕后的故事